你说现在这个女性呢 中国女性 她不是有最大的这个身体体型 有这个焦虑吗 有啊有这个 女人多 女人比男人多 当然因为她无时无刻都处在这种 这个公众形象所造成的理想身体 和你实际身体的差距当中 非常痛苦 我还是说我大学的时候 我们同宿舍有一个这个女生 然后她就很瘦嘛 她穿25码的这个牛仔裤 然后我那时候因为 每天就所谓的要买比自己瘦的衣服 来激励自己 我不知道从哪看了一个这个 这个减肥的骗书 说要一定要买小一码的这个衣服 然后我就永远穿不进去 穿不进去就哭嘛 然后就每天哭 现在就恨自己 对然后每次她就这个 就是自虐啊 她就这个抢过来穿 她说你看我穿比你好看 然后我就陷入新一轮的痛 那是什么同学 没有呢我也说 那确实这个觉得好看 因为所有的女性都是同行 尤其是在一个宿舍当中 你这个peer pressure 就到了一个顶点 就每天都非常痛苦 这还不是这个 这个网上看的网红的完美身材 给你带来的焦虑 就是你旁边同宿舍的 她就比你瘦一点 对 我真的是挺佩服这个女的的 因为我的印象是女性比较馋 就爱吃对吧 爱美食 但是呢有一样 就是我周围的女性 我真的发现 怎么她就不像我们这么胖胖瘦瘦的 你比如说你像我们这个女主持人 你看吴小丽也好 哥辉也好 对吧 就是小男也好 生了孩子 按说这女人生孩子会胖吧 生了孩子没过俩月 完全跟以前一样 我就觉得这是怎么 她是得有多大的毅力 她克服这些东西 她主要有一个问题 她主要有一个问题 就是女性的体态 跟男性的体态 女性更不能容忍肥胖 男性还可以 男性我刚才在想 那个西装那东西它害人 西装你胖点吧 它不显还显得挺精神的 你看很多那男的一大肚子穿西装能穿 但穿中装穿不了 中装特别怕人胖 一胖那肚子就跟球似的 但是女的就没有救济 就没有像服装这种救济 所以女的一旦胖了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这就说明就是 其实为什么男人穿西装 对 就西装是能修饰身心 对对对 但为什么男人穿西装 女人就不能穿西装 女人必须穿裙子 恰恰你看到是社会对男女的 形态的要求不同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以前那些凤凰的那些老同事 我们这些同行 那些女主持 生活孩子一个月回来 比生孩子钱还瘦 瘦得多 那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你就恰恰可以看到 是多不公平 为什么我们没有这种要求 那种要求都在他们身上 你放心这种公平 你给许个回 他也不要 对我知道 但是就是恰恰是 我们社会上对女人的身材的要求 远远高于对男人身材的要求 那文道我问你一个敏感问题 就是说这个里边事关其事 对吧 那么假如说咱们男的总会看到一个女的 觉得她漂亮受吸引 这个是本能吧 那么好 一个女的苗条的时候 和一个女的生完孩子很胖的时候 会影响你作为一个男人 他们对你的吸引力吗 当然会 但是问题是我怎么去判断 谁更有吸引力 这个框架 这个想法 却可以是在文化中改变的 你比如说我们今天看 18世纪的那些欧洲游画 里面那些号称美女 你别说18世纪 一直到6世纪 西班牙哥雅画的那些什么 脱衣的马哈 穿衣的马哈 你看那个女的胖的 就一堆肉躺在床上 然后在当年认为绝世美女 你今天看你会觉得有吸引力 你不会 但是可见就是 这个观念是可以转变 那也比马杆有吸引力 这还别说 这个东西方的这个古风 胖的历史 比受益 受为美的历史长 长多了 但是现在这个古风 主要是保留在脑鲁 我今天也看一个数字 说也是什么 世界卫生组织讲了 全世界最胖的七个国家 全部都是太平洋岛国 其中胖之最是脑鲁 97%的男子和93%的女子 都是大胖子 是 一胖脑鲁以胖为美 这个还不 这种以胖为美 其实是 他们很悲惨的 我觉得那些南太平洋的 老国的人 他们有很多肥胖的并发症 他们以胖为美是继承了 不能说继承 是延续了我们社会 所有社会都曾经有过的一种审美观 只不过很悲惨的是 他们的吃喝又遇上了新时代 因为你知道胖 我们常常说就是 马云刚刚说你吃东西容易胖 40多岁 或者说你说你天生有胖的基因 你知道这种基因是什么基因吗 这种基因是本来让你活命的基因 那所以你刚刚说 老乳那些国家就是这样 比如说南太平洋的地区有个特点 就那些人都爱吃午餐肉 受美国影响 你看夏威夷就知道 吃那个吃大量那种高脂肪 吃多瘦美观下 高脂肪高 高淀粉 高盐粉 对吧 全吃那些玩意儿 他们吃的 他们过去的祖先 那日子多难 你想看南太平洋岛国 出去打鱼什么的 然后一下子 就太难了 吃啊吃这些 那能不胖成这样吗 所以我在想很多 你说中国的五零后啊六零后 他们这个很胖 就是看到 而且就会中年发胖 是不是也是因为 就有这个饥饿的记忆 就像我去看原来这个 墨洋也是墨洋老师写 他想当作家 就是因为他们同乡一个 当作家的三餐都能吃饺子 他觉得哎呀 当作家就有饺子吃 所以他现在也吃的白白胖胖的 就是我觉得可能 胖胖 拿了奖之后吃的更白白胖胖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 有这个饥饿的记忆 我觉得是 你看中国人 坦白讲 中国人跟饥饿搏斗的历史可长了 中国人有饥饿基因 不是中国人 全世界 就人类能够在食物上不去计较 美国人是两代人 我们就是一代人 我们父辈那一代 都都得饶 放开吃 没有过 你知道就是我有个体会 就是我在香港 因为就做家务顾不过来 就有一个请了一个飞用 那这个飞用呢 每天这个做不做饭呢 做什么 他都得问我 这先生想吃什么 后来呢 就做了一个月 他就那个很纳闷 他就问我 他说这个先生 我觉得呢 我在你们家很清闲 就是 你不吃东西 对 我以前在人家家里头 天天做鲍鱼 对 我就说 我那不吃 或者就给我炒盘青菜 晚餐就给我炒盘青菜 后来呢 不好意思了 对 后来他觉得很想做饭 但然后他跟我说 他说我觉得很难理解 就说 你看 我们从这个菲律宾 跑到香港来 辛辛苦苦 去做这个这个费用 对吧 挣点钱 我们就是希望 就是想自己吃 吃顿好的 想吃点好的 您呢 还是花钱雇我的 怎么您整天吃的 连我们都不如呢 不是 那还有一个问题 不吃呢 说那你每天 那么辛苦工作 你是为了什么呢 我觉得这是个哲学问题 这是个哲学问题 你没听过 但还有一个潜台词呢 你吃的不好 影响他吃 主人吃的越好 用人 你要炒盘青菜 人家想吃肉了 每天找一帮青菜 对不对 你啥也不做 人家天天就想着 来香港吃肉了 你一个大家族 天天百业 你剩的都是好东西吗 你吃不光了 吃青菜 他只能吃糖 两天不吃饭 第三天找一素菜 那个 他自个儿不能给自个儿 炖条鱼 应该是劳公署告你 虐待 是吧 没错 人非用感觉进了兔子窝了 是吧 整天吃草啊 但是我就是说啊 这个你看 你看这就说 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为什么就是说 有些时候 容易像文道说的 有这个肥胖到阶层的 这个歧视 就是说 其实它是有一个 基本的道理的 你就比如说 所谓富贵人 或者所谓有条件的人 那的确 他的那种自制力啊 其实是表现在啊 他有能力 或者有资源 或者有权力 来管理自己的时间 对 他们都说了 您得当老板呢 您说什么时候开会 是您什么时候开会 我们这个打工的 我躺到床上 我都怕你给我发一微信 邦当我就去 我的什么计划 对吧 而且你看 为什么我就说 说连意志力 可能都有 跟这个有关系 我到这个巴黎岛 巴黎岛就去旅游 碰见那个 讲华语的那个 那个导游 他给我讲一个 你也是没想到的 他说我们导游 不能跟导游结婚 导游跟导游结婚的 都离婚 在巴黎岛至少这样 我说你为什么 他说一般都在旅游 忘记离婚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你看 他说我们白天 你这游客 这个不满意 那个不满意 照照我们的没鼻子 没眼就骂 我们都得笑点 夫妻俩都是这样 带了一天团 你知道晚上回家 就是说 意志力也是个生理资源 有极限的 你白天透支了太多的自控力 晚上一回家呀 他说没来由的 两口子 往往就是谁先来 快就开始了 就hold不住的 就要吵架打架 完全忍不住 发泄 就专专发泄 所以往往一到旅游忘记 我们这个导游夫妻俩就离婚 你就可以想到 你用到这个减肥 你有这个心思去自控 去分配时间 今天我们常常看 很多人教人情绪管理 但你仔细想想 情绪管理是怎么回事 情绪管理这个东西 通常用来教导的 就是做服务业的人 他教导一个酒店的员工 一个餐厅里面的 一个服务生 你看到客人 你要笑 你要礼貌 然后他还要教你 你不能够只是光是口说 欢迎光临 你心里要真觉得 太欢迎您光临 让你整个从心里面 发出来的那种感受 让对方知道 然后如果对方什么不高兴 折磨你 或者说骂你 然后你要忍气吞声 为什么 因为你这时候 要站在他的角度来想 你想想看 现在这种管理要求 他不是管理一般的员工工人 他在管理里的灵魂 他在要求把一个人彻底 从灵魂深处来改造 所以我觉得 现代的市场经济 很残酷的一点 就是他在让每一个人 连自己情绪本来 我觉得是我们 不用带来上班的东西 是我自己的东西 我里面的七情六欲 是我很个人的 这个老板怎么样 跟我这个无关 但现在我连这个 都要交出去 要被你管理 我跟马爷先有七七烟 文道你觉得我这个身材 方舟 在电视上看 在视频上看 是不是看着还算正常 完美 你就不知道 我就是一个 跟我的肥胖基因 一直在进行顽强斗争 而且在失败中求胜利的 这么一个人 你是没见过 我不在视频上 我这么跟你说 文道 我给你捅破这个明星的秘密 我在香港大街上 曾经碰见过 当然我绝不能说名字 大家都无比崇拜的 一个男明星 你知道吗 我在麦当良门口 擦肩而过 我觉得有点面熟 后来我仔细一看 真是个胖子 但是我跟你说 他平常在电视剧上 那是玉树临风的 马爷你就知道 这说明一件什么事啊 就是说这个人啊 他上台的时候 用各种办法 维持着这么一个样子 但是他不上台 不露面的时候啊 比如说 这个明星他休假的时候 在那个短暂时间之内 他就是个胖 因为人胖太快 一天一斤 你一天一斤 谁都可以一天 逢周一天一两 不是 我说你要想胖起来 一天一斤是非常容易 一个月就长三十斤啊 一天长一斤啊 而且还不用吃撑 就是吃饱就行 对 我这体重一 体重一长啊 我自个都觉得晕 为什么出去 你出去八天 我刚南非 南非八天长六斤 关键没吃一顿饱饭 你知道吗 他去南非做公益 就保护那个犀牛 据说回来吃的 跟犀牛也差不多 我不太懂你 你去南非八天 又没怎么吃 怎么就长六斤呢 我上这个意大利 上以色列 都是每天长一斤 我现在去一般 一般不超过十天 都是七八天吧 都长七八斤 一天长一斤呢 一出去 你想啊 你天天走道 你一走道 你在那桌子面前 你到以色列 就是一大饼 然后一堆的肉 又没有菜 你也没味 你看咱中国吧 能弄点蔬菜 先垫不垫吧 你就控制点 是吧 又能吃 又觉得又好吃 就这两天 就放纵一下吧 一放纵回来 光荡 你心里都有准备长 就不知道长 其实我也是 但是我不是太计较 体重那种人 我反而只是 我觉得那是 两种生活方式 平常我工作的时候呢 我的吃法 生活方式是一种 一旅行 你是进入另一种 是那一种生活方式 对 你是恶汉不知饱汉鸡 你不是胖人 你基因上 对吧 对吧 但是呢 我觉得你的缺点 在于股价的有点宽 对对 我整个股都是宽 但实际你肉并不多 对 你让方舟他说一下 没有 没有方舟我不太了解啊 我问问你的减肥斗争如何 我是最胖的时候 大概比现在胖 三十斤吧 那你没份看了 那你玩了 也可以谈 我认识他胖的时候 对 然后就是那时候 我差不多每天 那天在学校吃吃糖 然后每天中午吃三顿 就是而且一顿 什么情况 中午吃三顿 对 中午吃三顿 而且每一顿都是这个 有两个素材 一道荤菜 一碗米饭和一碗汤 你干嘛每个中午吃三顿 我就是饿呀 因为是这样 因为我每天 因为我每天都想减肥 所以我总是想着我这一天吃完了 然后我从第二天开始 我就再也不吃了 但是就是不断这样下去 然后终于在这个大学快毕业的时候 把自己吃到一百差不多一百一百二十一百二十斤吧 然后就特别像那种像又像高晓松 但是又像又像那种就是 想方舟长得像高晓松 对 然后又像那个那种地下的摇滚乐队的 摇滚乐队的鼓手 就是那种随时 大胖子 藏天术 类似 感觉随时可以从地上捡烟头 起来冲凉 就差胡子了 对吧 不是 他这个典型是属于不吃饱了 哪有力气减肥 对 但是我 这个我 咱们都互相就交代 我是有肥胖基因的 因为这个我们家三兄弟就能看得出来 我最胖的时候是一百六十八斤 他们今天就说 所以我可以现身说法 我奉献给你们看看 我原来老说 我二三十岁的时候 我是什么样的一个身材 不叫身材 脸庞 你们看看 马爷 这就是我 你知道吗 当时这就是我 体重一百六十八斤 你知道 那个时候我那个大学同学 我那大学同学都不爱跟我走一块 所以走一块跟我的马仔一样 尤其我家这个公分包 而且那个时候刚流行大哥大 拿着一个那个砖子 就这样大分头 每天在大街上走 你看我现在 你看我后来变的 你就说明一个人 他的斗争之路 你瞅瞅这是香港回归 哇 好小只 这小鲜妹 这就是我们的中心指挥本部 我们六十小时直播 就是在这里策划出来的 你看这是瘦得跟狼似的吧 瘦得跟狼似的 瘦得跟螳螂似的 这个当然了 对 你知道就是他们 给我搞怪 我前些年做过一个 每天都有的 那么一个网络视频节目 后来呢 他们就用那种高速 把我这三百六十五天呢 这个脸啊 最后你就看到一个人呢 呼呼呼 就是这么挣扎呀 但是我觉得 真是向失败的方向走 很多人太相信 就是让自己 比如说折磨自己啊 而且还有一种情况 就很多人以为睡得少 睡得多的人会胖 也是一个误会 就睡得少的人 其实反而更容易胖 像我就睡得少 我就发现 我每回一睡多 我人会更瘦一点 因为你要睡眠充足的时候 你的身体才有一个 足够的一个代谢的 一个循环 所以马爷 你知道我这个研究 刚才方舟他们说的 完全靠谱 就现在是这么个问题 不是看你表面的肥瘦 美国已经有专题研究 美国有个减肥节目 你知道奖金25万美元 就是30个星期 30个星期 冠军最高的一个 30个星期减了 59.6%的体重 等于减了6成体重 但是马上就对14个冠军 进行为期6年的追踪研究 结果6年下来 大部分成果 毁于的 只有两个保持住了成果 其中一个还是做了缩胃手术 因为他参加完比赛之后 哐一下回去70斤 最后实在hold不住了 就是做了缩胃手术 才能止得住 所以这项研究 就告诉我们一个词 叫什么呢 静止代谢率 基础代谢率 什么叫基础代谢率 这是这个造化 这个遗传 最给我们折磨的一个玩意儿 就是说 你的身体 实际上是竭尽一切所能 帮你恢复到你本有的体重 对 好 那么于是乎 你知道如果你强行的减肥 饿着 哗一下参加比赛 瘦了吧 瘦了之后 你这个基础代谢率 它进入节约模式 节省模式 就尽量少耗能量 这是人的本能 过去远古的时候 你没神 就少耗能量 但是发现 参加完比赛之后 对吧 你的这个问题在于 你的这个静止代谢率 回不去 最多回个50% 回个60% 这样的话 你等于 所以怎么叫 就是减肥减成的瘦子 和天生的瘦子 不是同一种生物 你会比它更饥饿 因为你的那个 基础代谢率 给调到那 所以就说 现在这问题就是 你看 这事就麻烦了 就发现这几个冠军啊 长期就处于 就是 饥饿状 饥饿 然后这个 忍到一个 意志力崩溃的时候 暴饮暴食 然后又饥饿 就几年之间 这证明 我对我自己的论断 就是这样 对 很不容易 当你胖了 你长了40斤 你就算给捡回来 它的记忆力在 最高点在哪 它永远像最高点 是弹性金属一样了 对 它有记忆力 我现在最高的时候 最好的时候 捡了10公斤 就捡了20斤 您是什么招 我什么 饿着 没招 就我说过 这不叫招 不不不 什么招 就这招管用 什么运动 比如说游泳去 你游一挥 肥的也会在 我 那个饿死人的你知道吗 那要死人 你不让人吃 那不可能的 所以呢 你什么走路啊 干什么 这都没用 就一定少吃 少吃 我当时的 唯一的一个招 可以介绍给大家 这是我 马家秘诀 我捡了10公斤 就是我准备了一瓶咸菜 晚上啊 饿得两眼冒金星的时候 现在关键是 家里老有吃的 各种乱七八糟 都能吃 不吃 吃两块咸菜 完事儿 它有一点味道进去呢 就觉得 那您还得防高血压 高炎 我现在那时候 我 那个咸菜不是太咸嘛 但是它就能够让你那个饥饿感能够过去 其实饥饿感 持续的时间不是太长 一般就20分钟 对 我自己减肥的诀窍 其实是就是 还是要尽可能地满足自己 我当时我就是每天吃三 虽然每天中午吃三顿 但是就觉得自己特别特别可怜 就是因为觉得我明天就没得吃了 每天都陷入对自己的同情 但是后来我减肥 我就是我每天大概早上就会吃 我就想吃什么吃什么 我有一次大概早上9点钟起床 早上9点钟让我妈给我做麻辣香锅吃 我太想吃麻辣香锅了 然后吃火锅 减肥减的 吃红烧肉 就是大概 这就是诀窍 早上12点 中午12点之前 把自己想吃的都吃了 然后这样 而且到了晚上8点钟 特别饿的时候 就会有个盼头 就想我明天早上 我还能吃份好的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减肥的诀窍 就是要还是要满足自己 不要陷入 我太可怜了 刚才您说这个做法 就是早上吃麻辣香锅 后来减肥成功吗 减肥成功 后来就瘦了30斤啊 我天哪 你怎么跟气球似的 这么一下 他的减肥这个方法就叫化饼充饥 就是这意思 我才听懂了 他是幻想着明天早上 对 总有个盼头 又有个盼头 早上是可以多吃的 对 晚上一定不能多吃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出去玩 也是一天胖一斤呢 就是这个原因呢 因为就是你跟你这个肥胖基因做斗争 我靠的是什么 比方说不吃晚饭 而且每天一个小时跑步机 六公里 坡度四 好咋活 爬坡呀 常年的坚持 才能维持到这个程度 你一出去玩 你也没地儿跑步了 而且那么好的晚餐 怎么能放过呢 是吧 这一天一斤一天一斤 然后就是周而复时 你说这玩意儿 没办法 我也是这样 我平常一天也是 我没不像你 你一天吃一顿吧 我一天吃两顿 但是我这两顿里面 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 蔬菜跟水果 马爷 您说您这个研究审美的 咱干脆为什么 就你们这个搞文化的操作操作 怎么就不能以胖为美了呢 怎么不能梦回唐朝了呢 对梦回唐朝 我现在根本不是因为 什么美不美才减肥 而是肥了以后行动不变 不灵活 不舒服 你坐在那都觉得堆的话 我唯一的安慰就是到了美国 尤其到了美国那个 这个 加州啊 满街胖子 那胖子 比那个女的 一条腿有你腰那么粗 而且那个 我有回在美国开车 在美国中部一个小镇 停下来吃顿饭 一进那餐厅 哎呦就别提多不想减肥了 那餐厅里 他全是那叫忽悠胖子 你明白吗 就他走道不是走道 都是忽悠着 忽悠 然后 而且三十多个人吧 那一队人没一个瘦的 全是那种 往这一坐就忽悠一下 战友 都是那种胖子 所以 就是没三百斤都不叫胖子 这个是 事所公认 这是真没辙 你比如说这个什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已经说了啊 现在肥胖 已经取代烟草 成为这个全球健康第一大威胁 就是你不是好看难看 你就是这个事儿 而且你知道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 就是过去咱们老说这个美国 美国就是说啊 就说这个肥胖是贫困的标志 因为呢 就对 只有劳动人民天天吃个汉堡包 那那些个富人 他们有他们的海滩 有他们的休闲 有他们的健身房 而且他得维持他的橄榄色 这什么什么 所以划分阶层的标志吧 但是哎 三十 就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你看中国人民追上国际的步伐 追的多么快 就我那天看他们讲 现在咱们国家是有四千六百万胖人 叫肥胖 然后三亿多超重 然后就说索夫瑞调查 发现肥胖 大多数集中在中低收入阶层 这说明啊 过去连中国人说的那个脑满肠肥 这个多胖多福 连那个也改了 就说现在中国跟上国际了 那为什么平常我们一说起土豪啊 比如电视剧要演一个土豪出来 那个标准形象还是一个挺这个大肚子 那说明他们还没脱贫 是吧 没脱贫 不过这个想法 我觉得就恰恰说明你刚才讲的那个问题 就为什么文化人不好好努力一下 为这个肥胖在神秘上 欧割一下 其实这是整个资本主义伦理的一个问题 其实很多社会学家都做这种研究 就减肥这个观念 是在二十世纪初中叶的时候开始流行的 你回想一下 哪怕是很发达的资本主义地区 二十世纪中期的时候 肥胖还不被认为是一种很难看的东西 你比如说你用马力联盟路 你举个例子 丰满啊 你拿他的身材到今天来看 这不能叫标准身材 不能叫美女的标准身材 但是再下来是越来越瘦了 就大家心目中的美女 为什么呢 就有一个讲法就是因为资本主义伦理有一个特点 资本主义里面跟传统社会不一样的 或者市场经济 跟传统社会不一样在哪 就是他要求所有人自我管理 所以有时候在美国或者在欧洲 现在好一点了 以前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叫肥胖歧视 就是有过这么一个数据 就是你大公司招人 招进来的人 如果是胖的话 他会下意识地觉得这个人不堪重用 就比如同样你要我要招一个位置 就比如说来十个人 那首先那六个胖的都被刷下去 那比如说原来这种招聘的歧视 有性别歧视 有种族歧视 现在还有肥胖歧视 为什么呢 他们的背后的理由就是认为肥胖的人 是一个不自律的人 不负责的人 不对自己负责 也不能对公司负责 不能对工作负责 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 瘦就变成了一种 很多人认为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美学的体现 我就发现过去有句话叫贫贱夫妻百事哀 就是不是说穷人的自控力 自制力就比你这个富人低 而是说他每天忙于谋生 每天他 而且你知道就说这个意志力 有一个补偿法则 你不要以为意志力是多么高端的情操 他们就讲意志力跟你任何一个生理能力一样 都是有极限的 你比如说很多人 你像比如说送外卖的 他这强撑着这个意志力风里来雨里去跑了这么一天 您说回家再来两小时跑步机 他就想躺着 他这个意志力就崩溃 就想喝瓶啤酒喝瓶可乐看电视就算了 没错了 我经历我们原来公司有一个司机 我特别能体会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也是电视劳工 我有时候挺能体会到他的那种 他说啊 比如说他开车送我到12点 送我到家了 我说回去早点睡 他说我睡不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啊 我每天晚上得这么一瓶啤酒 就是说我不管多晚回家呀 冰箱里我拿瓶啤酒 看着电视 不管放的是多糟的那个综艺节目 他就消解了 我躺在沙发上 他说这是我一天 唯一的一个享受 我现在太理解这种了 非常强